臣妾要着天下来做什么 臣妾要的 始终都没有得到 完美重建甄嬛 对皇上所说的话 他是配音演员机关雷银 不止曾帮娘娘孙力配音 Andra Baby和杨妮的角色 也都是靠她的声音 才能这么活灵活现 你确实是我白浅 这十四万年 唯一情心爱过的男子 有人叫我娘娘什么的 现在三生三世不完了 大家又叫一个新的名字 叫上神 在台湾大部分的戏剧 以演员的声音为主 但多数大陆剧 为省下拍摄时间 成本和配合角色的声音 几乎都会重新配音 而戏剧主角撞声 反映的正是大陆配音产业的现况 但光是大陆电视剧 一年产量就超过一万集 专业配音员的数量 却只有近百位 也让大陆的配音产业 面临严重的青黄不接 为此许多资深的配音演员 着手开设配音培训班 培养下一代接班人 大陆的配音配训班 收费不便宜 15到30人的小班 12天收费超过台币八万块 一小时的学费 约台币六百八十元 而学成出事后 配音演员一按键收费 实行约台币两千元 一线演员的月收入 可以达到九到十四万台币 配音界闹人才慌 也让大陆刮起一阵 声音表演的旋风 从小朋友上的夏令营 到社会新鲜人的专业培训 都为大陆的配音产业 注入源源 不断地活水